完全可以无视沉默去这个解除你的这个精灵 那么沉默维和这个技能的话 也是这个后期新增的一个技能 他的这个最大特点我也测试过 他的特点是命中率高 而且他持续的回合数啊 比这个麻痹要多 哇这是五次镜 他用的道具五次镜啊 沉默的持续时间虽然多啊 但是有很多的风险在里面 你以为沉默之后他不能用精灵 可问题他可以用道具 作为这个炫之队啊 这位选手他也是豁出去了 那这个道具也是疯狂的甩 我很怀疑啊 上方选手有没有留意到 他刚才放的这个镜子是 是一个道具啊 他能他能扛五次攻击呢 你不把他破掉去打他冷物干嘛呀 这下惨了 这下惨了 这个这个佩卢西亚 他这个被麻痹了 掏了个镜子 关键没啥用啊 对方果断选择了打打蓝 对下方选手啊 这个心机很深啊 这个以为哎 让你以为我打你宠啊 结果的话 这个转一转手就打你蓝了 那么现在就这个不知不觉啊 经历了这个48个回合的火瓶之后啊 这个上方的小南瓜选手 他现在这个血线啊 压力实在太大了 不但是这个自身血线压力大 那其中血线压力也大 那这个赞同血线压力也大 你这种单回都不行 你只能用群回 用群回吧 废弃 他还是选择了用单回 单回的话 这个回的多 双方互得了一波人物啊 这个双方全部都是麻痹 麻痹为何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下方就依然占优 因为下方的这个宠物的话 上面还有四次镜子 而上方的这个宠物身上 并没有镜子 上方只能打他 他选择打凉物 但是双方都选择打凉物 那么这一下的话 这个是上方没中 下方中了 下方的这个 哇塞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回叫做限制定 这位选手 他失算了 他既然没有 他虽然身上有四次镜子格挡 可是他忘记了 对方身上有一次镜子 直接被弹死了 而且是弹飞 这位这个小南瓜的 这位妹子的话 赚大发了这一票 下方选手 现在的话 放了一只这个 暗影魅狐 随属相 这位宠之队选手 你是可是三个号进来的 你不会全部被淘汰吧 那要不 我刚才看好了 小南瓜选手 我这个是不是对他有点 对下方选手有点不好啊 好吧 我现在转向 转向这个 还是看好小南瓜选手 没办法 你的优势 你的劣势太大了 现在这个小南瓜选手 他的这个 这个 你再不回血 你再落马了 能不能反击一下 反击就能成功 把对方打落马 可是没反击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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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危险 要我 我就换虫 旧虫 我觉得 给对方 机会 让他这个 恢复了血 哇 这下麻烦了 这下麻烦了 这个小南瓜选手 这回还麻烦了 刚才应该说是 这个 胜利的天平 应该是 遥向死了 是吧 但是没想到 这个 在这个白虎死亡一次之后 这个 他的这个 复活选择 导致这个胜利的天平 一下子倾斜到 这个炫之队了 炫之队利用了 那一回合的 这个死亡 成功把自身的 这个血腥 是毁满了 同时又把这个 上方选手 实话 这下麻烦了 这下麻烦了 什么 出情 期待每一天在一起 怕不得 黏着你 就这样的不分离 是全世界的爱情 从一到十 好了 他们继续看 那么这会儿的话 在经历了多个回合的坚持之后 这小南瓜这位选手的话 总算是把宠物成功复活了 而且他身上没有任何异常状态 下个回合如果能顺利 把宠物的血回满 没选择回血 选择了放水属性 冒的险有点大 这绝对是硬怼一波 硬怼的 而且还怼成功了 把对方的话 双方都把对方的人物给控掉了 那么接下来这回可能选择很重要 上方选择打人物 而且成功把人物连控住 下方选择打宠物竟然没打死 哎呀我的气 这个小南瓜打的非常的冒险 我再又成功闪过 非常厉害这波 还是没有回血 能不能连控 没空放 这个下方就说得赶快回血了 否则的话这个摸到就死啊摸到就死 真的是 哦大回了一口 这而且还用的是这个特殊的战场药 这口直接回马 就让你怎么回应 我再也需要 就走 我回想